检查RTPCR真的那么重要吗 是的 RTPCR中的循环数伐值 CTValue显示体内病毒承载量的一种方式 指数越低病毒承载量越高 指数越高病毒承载量就越低 通过RTPCR我们才能够预算出自我隔离的时间 以及身体育后判断 为何自我隔离期满后 有些专家建议我们再次检查CTValue 有些医生却说不需要再检查 到底我要听谁的 根据严格的卫生标准 马来西亚卫生总监曾表示 只要CTValue超过40才算阴性 自我隔离的意义是截断病毒传播链 虽然自我隔离期满并不代表病毒会完全消失 倘若自我隔离期满后 CTValue还是保持在30以下 患者不算痊愈 并且还会继续传播病毒给他人的可能 你说需要再次检测吗 请问自我隔离期满后 再次检查时CTValue会变得更低更够力吗 新一代变种病毒 阿姆克人虽然杀伤力不比Delta强 其狡猾程度不容忽视 我们自行参考一些强国 再自我隔离期间除了食用传统医药 来降低细胞因子风暴的可能 在隔离期满时再次做核酸检测 减少病情突变的风险 这次是核酸检测的风险 这次是核酸检测的风险